蒙福的道路 我們謝謝剛才 一人指說我 跟我們 為我們 然後我們一起來念這一首詩 我們都期待什麼 其實都非常期待我們是蒙福的人 又佛的人 其實上帝也樂意所賜福給我們 你說 為何什麼啊 或是說 傳到這樣子講這個 信仰的術 並並使用我這一次 從這一次的準備當中 就說 喔 祂不能伺服給我們 而且是樂意多多伺服給我們 那怎麼樣 這個是詩篇的第一篇 你看到詩篇的第一篇 那個第一個字就是此這個字 那因為我們翻譯的觀音 其實剛才是從 不從二人的計謀才開始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實在是樂意伺服給我們的 那我們可以剛才說這個念了 這個不從什麼 不讚什麼 不做什麼 這個 來說 不從什麼 不讚什麼 不做什麼 如果有人在聖經的話可以看到 這個聖經比如說核核本 它前面有的是台頭是真 那核核本的話 兩條路 那兩條路你想到什麼 兩條路我想到這一首詩 這個是一個詩人 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他寫的 他寫大概就是指說 有兩條路 那我要選擇哪一條呢 那我要選擇的是 人 少懂的那一條路 那一條路選擇嗎 又會怎麼樣 那我所選擇的 是不是 當我回到原點的時候 我所選擇的 跟原本的 是不是一樣的 或者是 這一首詩我們可以說 它的重點 因為我們不是在對這個詩 所作賞詩 而是從這一 我讀這段經文 我們去延伸 其實有人說 這個二十世紀初的這一首詩 有人會說 他是在去描述說那個詩人 他在選擇的時候那種 猶豫不決的心情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的人生怎麼樣 我們人生其實 我們人生的旅途都是怎麼樣 我們做很多大大小小 不同的選擇 來成為現在的我 不是嗎 有人叫我們 因為我們都做不同的選擇 成為現在的我們 那也有人說 這個詩是在說什麼 是在描寫 那時候我們要有獨立自主啊 甚至是有個人的自由的方式 每一個人解讀的那個意 意境不太一樣 但是詩就是欣賞的 所以我們從這邊我們會想到說 選擇 選擇這個其實我們剛剛就跟我們講 會帶來不一樣的結果 那上帝給我們選擇自由 即使不認識神的時候 我們也同樣都有不一樣的選擇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職場上會因為選擇 或是我們人生當中會有很多的選擇 我們就會開啟很多的計畫 很多的追求 特別是怎麼樣 特別是我們華人 我記得我去年要說過 我們華人最喜歡怎麼樣 選擇完後 你期待有很多的福分 然後臨到我的生命當中 我希望可以五子甘科 五福靈魂通通都有 所以想盡辦法的 就有種計畫這樣 想盡辦法的去做一些規劃 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都知道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喜歡追求子 但是我們有沒有想到說 有時候這個福 可不可以真的為我們帶來福 當你達到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被我們帶來福 不一定 為什麼 錢可以買到好的床 但是可不可以還麻煩 你可以買石牧寺的 我現在比石牧寺更貴 現在已經不是我們那年代的那個什麼 我獨立桶現在是那個寶寶的 或者是更更金金金的 那是可以買到好睡眠嗎 沒辦法 錢可以買到什麼 買到好的補品 但是不一定買到永遠的生命 也可以買到什麼 名貴的鋼琴 可以聽好聽的聲音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可不可以 可能有好的心情 不一定要簡簡單單的 這樣子的情 大家在一起 畢竄幾分清白 有可能就會得到好的心情 不一定是名貴的鋼琴 我們常常是在追求這個福 但是我們可以去想到說 聖經上所說的福 真的是這樣子嗎 其實我剛才講到說 在河合本裡面 他用兩條路的拆頭 但是我看你們的那個版本 他是用真福 其實真相福跟義 就是公義正義的那個義 其實是沒有辦法分開的 所以難怪他的標材 因為只是跟我們一起讀的 不從什麼 不從惡人的記憶嗎 不在什麼 不做什麼 原來蒙佛 他叫什麼 要逃避什麼 逃避惡事 我們可以怎麼說呢 有時候我們覺得說 不從惡人的記憶嗎 有時候我們可能是從很小的 小小小的事情 對方成化了 那我就也沒大腦的 就跟著做 反正跟著就沒錯了 看起來這個方式還不錯 好像有道理 我就跟著做 或者是呢 有可能是怎麼樣子 我看這個方式 他們所做出來的方法還不錯 我就跟著採取了 採取這個觀念 這個制度 這個遊戲 這個環境 必須你不知道 他幫你帶向死亡 有時候就從這個很小的細節 來講說 我記得那時候 一個牧者他在分享的時候 他說有一天 他就看到公車上 有個美女的突變 他就多看了十秒鐘 哇 他當下 他就說主啊 赦免我 那我們聽到人當場 大家都哄膛大笑 可是想想 不是很有道理嗎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們怎麼樣子 我們很多的 很小的事情 很小的罪 不是一下子 當下做了寫明出來 其實是你還沒有做之前 你的心靈就在裡面 去思想 去觀看 或者是去 在你當中去運運使的 並不是做的那一撒 所以那時候 我記得印象 就跟那個牧者 他就這樣子分享 不是嗎 雅各書上面 這樣子的說 思慾是壞壞胎 醉就死 那個長一長成 然後就生出死人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看到 然後看久了 就會變成說 我採用這個方式 我採用這個規定 我採用這個方法 去做 有一種存存欲動的心 在裡面 那我們也有可能說 我這個人是 具有獨立思考的性格 那我也怎麼樣 我也不盲從 但是有沒有可能 有一點 我們有可能是 第三個的狀況 第三個的狀況是什麼 第三個狀況是 不做蟹脈的座位 蟹脈是什麼 蟹脈有可能我們沒有 第一種 第二種的狀況 第三種 蟹脈其實 蟹脈它真正的意思就是 或者是欺蔑草脈或者是傲脈 有可能 有可能 譬如說昨天早上 靈秀的時候 我就跟神明講說 有沒有可能是一種情況 我在這麼一個舒適的環境下 服侍您 看我們坐的這個位置 還有禮拜的空間很棒 教堂很大 有沒有可能我在這麼舒適的空間 服侍您 在安逸黃蜂般的環境 服侍您 但是 我內裡產生了 欺乎怠慢的 服侍態度 這是昨天早上的時候 剛好 我就這樣子 去回魂 去默想 那我們也可以說怎麼樣子 在這個當中 有可能是這個狀況 有可能講 我們看這個環境看那人 就像禮拜三、慈清他所講 有時候會接受被輕呼的方式 會說我們看這個人 他過往是怎麼樣子 他現在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所以有可能 上帝 我們雖然沒有第一、第二的方式 但是我們有可能是一個 欺憂或者是驕傲 我們所不知道的 上帝說我們要賜恩給謙卑的人 但我們今天所要講的 不是說賜恩給謙卑的人 而是什麼樣的人是有福的 什麼樣的人是有福的 我們可以說什麼 剛才我們讀的是什麼 是愛慕 上帝的律法的人是有福的 那這個愛慕怎麼樣 是一個反覆的思想 反覆的默想在我的當中 有可能怎麼樣 我愛我的工作 我可以為工作所自訂的 裡面的規則法條 我來遵守 我來去默想這個法條 這個規定要怎麼去完成 但是我對於上帝的話 我可能沒有這個狀況 沒有一個昨天晚上的 那個親戚的分享 激泡的狀況 這樣子 我可能會默 我可能會再去遵守 公司上面的規矩 但是我不一定是上帝的話 我會遵守 我記得以前認識一個長輩 他工作 因為工作的關係很方便 很方便 他需要去世界各個地方 你說要開會什麼的 那你就想到那個環境 其實是一個非常高壓的環境 但是他跟我分享 他在每一天早晨 提早 你可以提早十分鐘進辦公司 從上帝的話語開始帶領你 今天的開禮開始 甚至他在結束的時候 高壓的環境 他在結束的時候 他不把這個高壓的用帶回家 因為實在是太累了 他要回家之前 他把所有的公文檔案放好 他說主啊 我在今天 在這個辦公室裡面做的決定 我把這些決定交給你 你來引導我 所以他在那個環境 因為當時候他們的公司 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化 社會新聞很大的變化 所以他必須在很高壓的環境當中 然後去解決 在這幾個月的環境當中 所以他說他每一天 都是這樣子的生活 所以他可以去度過那樣子的環境 那我們剛 我們昨天也有 我剛才也有提到的是 喜愛昼夜思想 這是膽固的思量 昨天我們的親戚的講員 明明傳道他分享的 我覺得很棒 金句不是拿來背的 金句是拿來浸透的 甚至是怎麼樣 我們講浸透的 是拿來操練的 操練 因為如果在生活當中 我們不一定要很長很長的 抓很多的經文來 但是你有沒有在這個主日的早晨 你把你吸收到的一段經文 一小節的經文 成為你一整週的操練 把它實際的運用出來 就好了 就是有福的 那我們也可以講到說 這個經文裡面 他後來有比喻什麼 惡人的結局是怎麼樣子 藝人的結局 又是怎麼樣子 那麼想說 哇這聖經是蠻可怕的 是怎麼樣子 是好像是 某個程度我好像被恐嚇的感覺 但是我們把他所評喻的 康跟筆來講 康跟筆 那個骨子裡面 那個康字 那個骨子的外殼 蠻可 皮 是那個 這個骨子是空 空心的 又說我們不去想說 不去先去看什麼 惡人的道路是怎麼樣子 我要受了什麼樣的審判 好像這個沒有愛 沒有一個 一個恩典在裡面 而是要去想到說 有沒有可能 我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我沒有信心 我隨風飄大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比喻 他跟筆的比喻 其實是代表 我們不去把它看說 這是什麼惡人的道路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今天 都在這邊一起敬拜主 我們是一群愛主的人 我們絕對不是什麼惡人 但是我們可以從這一段經文裡面 我們再去把它更深的去想 有沒有可能 上帝在我的生命裡面 有一個美好的計畫 在這當中 美好的特質在這邊 可是我們又把它散用出來 或者是呢 我在我的環境裡面 看到我的職場辦公室的人 覺得 怎麼是 跟惡人和惡人的結局是相反的 以至於怎麼樣子 以至於我會產生一個沒有信心 是一個搖動的生命在裡面 特別我剛才提到 我們當我們看到說 這環境不如我意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會抱怨 會去懷疑 懷疑上帝 我這麼愛 你怎麼這樣逮我 所以我們說 堪跟筆的比喻 有可能就是 我們可以去把它思想的是 其實 我對神的信心 是不夠的 或是在裡面 有被搖動的 我們知道喔 鼓勵可以 在底 我們看這圖片 在底下的那個真的 鼓勵是飽滿的 是扎實的 不是像那個筆這樣子 或者是被拍出來的外殼 康 是隨風飄飄蕩的 真正的那個鼓勵 是可以承載祝福 也去祝福人的 不是嗎 我的生命 你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是承載祝福 也是祝福人的生命 你有沒有想過我的生命 是可以祝福人的 我們想到說 我現在的環境 就是不服役啊 我要怎麼祝福人 我現在我的家庭的環境 就是這樣子 我看到的就是 我不喜歡的 我怎麼祝福人 我沒有辦法的 但是別忘了 我們今天的這一小段的經句 詩人很特別 他用大自然 用萬物的景象來告訴我們說 要像一棵樹怎麼樣 栽在溪水旁 按時後 按時後結果子 然後葉子不苦干 甚至使他怎麼樣子 甚至使他所做的 都順利 我們可以說 按時後 按時後 按時後的祝福 好像滿特別的 按時後的祝福 我們可以說 他是美好的 怎麼說 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我 在出埃及之後 我們可以到聖經 其實好像就沒有去那種 實過今天的帶領的方式 為什麼我們會說 按時後的祝福 按時後的祝福是好的 因為他供應你 按時後供應 他不會使你在困境當中怎麼樣 他沒有使你在困境當中 好像沒有方向 我們知道那個 約書養 約書養記得 一章的開始 他們要在過新的環境的時候 相比對他們怎麼交代 對這一群人交代說 你要奏業思想 我所交代的話 我就會帶領你 這不就是一種按時的供應 特別是 我們有小孩子的家長 你小時候可以這樣子的帶他 但是當你長大的時候 你可以嗎 沒有 只有把他帶到上帝的面前 用上帝的話語 上帝自己按時後來教導他 我們也可能說 詩人用怎樣 詩人也用大自然的產物 來使當時後的優太人來明白 我們知道 那邊的葡萄跟其他地方產地的葡萄是不一樣 那邊的氣候還有地形是改喊的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上帝 去按的時候 按著他的時候 當然現在他們有新的農業的方式 灌溉的技術 來使他們的蔬果來成長 但是上帝透過這個來告訴我們 說什麼 其實受上帝的祝福跟受人的計畫 是不一樣的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看耶利米書的十七章 五到六節 我們有時候 遇到這個環境困難的時候 我們會依靠人 但是他用這個方式來告訴我們說 耶利米書說的說 依靠人顯露的把地心靈 比起耶和華那人是誘惑了 他要像沙漠的助手一樣 甚至這樣在曠野之處 無人居住的潛力 他用這個來跟我們比喻 來告訴我們 有時候我們 原理上面的代理的時候 我們依靠人 就像我說 在一個高壓的環境裡面 你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做決定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獨立思考 還有一個選擇的自由的決定 當你依靠自己的方式來做決定的時候 有沒有 其實在那個高壓的環境底下 是困難的 是難以生存的 就如同這一段經文這樣子 可是在一個按著上帝的話語帶領的 他會怎麼樣子 他會如同耶利米書的 是怎麼樣子 雖然環境看起來是不好的 但是他卻是怎麼樣子 是沒有掛掛率 而且結果不止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我在家庭當中 我受委屈了 我在我的工作的職場當中 我受委屈了 那有時候 人就會想要用人的方式去拒絕 這邊講講 那邊說說 可是沒有 這一段經文 其實我們也可以沿線出來說 不要問自己證明什麼 上帝都知道 更何況是 凡事奏業思想 愛神的人 上帝都知道 都會帶領你 想說傳到這樣子 什麼事情都不做 我遇到回去的事情都不做 這樣顯得我好像很懦弱的感覺 沒有 不是什麼都不做 而是你在當下那個環境 你是盡本分的 還是一樣的做好 你應該做的事情 扮演好 你應該扮演好的角色 你要看到上帝奇妙的帶領 就像我剛才分享的 那個長輩他就跟我講說 在那個很高壓的 社會新聞的環境當中 上帝在那個幾個月的環境裡面 就幫助他 讓他整個帶領 整個的帶領 是非常的順利的邁過那個困境裡面 我們要知道 上帝是掉路萬有 掌管萬有的 甚至我們會 我們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更明白 他的企劃怎麼樣 他的企劃是勝過人的籌劃 我們有時候都會為自己籌劃什麼 不是嗎 我們會為自己籌劃 但是沒有 上帝的他的計劃是勝過人的籌劃 特別是什麼 特別是你會看見 上帝的巧妙的計劃 巧妙的安排是怎麼樣子 那個精細的程度 有時候會讓你覺得非常的驚訝 哇 怎麼會是這樣子的做 上帝你怎麼這樣子的安排的巧妙 是這麼的好 以至於你不得不敬畏 哇 我的神是偉大的神 我們也可以說 按時供應 按時撿果子的祝福 要成為什麼 要成為你的生命 是一個什麼樣的生命 你的生命是一個 被上帝行錯的生命 而這個生命 是豐富的 是有活力的生命 是一個 在你的生命裡面 是一個流露的生命 不是一個刻畫計畫出來的生命 我們用這一個 約翰福音的十五章五節的上半段來講 他也跟我們提到說 我們都是從他而來 在他裡面的 我也在他裡面 因為這樣子 我們可以得到按時的供應 按時的祝福 在我的生命裡面 使我的生命是 一個有受到 上帝祝福 蒙福的生命 甚至是一個 可以去見證 欸 這一個奇妙的代理 所以我們說 怎麼樣的祝福 是好的祝福 什麼樣的祝福 是最美好的祝福 按時 我們可能跟上帝去求說 主啊 我要什麼 我要什麼 但是不要忘記 按時的祝福 才是最美好的祝福 祝福 我們要在生活當間去看見 上帝怎麼樣子的 按時的祝福 在我的裡面 同時我們也可以說 這個按時的祝福是怎麼樣 這個按時的祝福是 是永存的 是 是一個不會被打斷的 因為剛才我們有提到說 怎麼樣 那五子燈 他只要隨便抽掉一個環境元素的話 就沒有這 就沒有這些福了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在主裡面 在上帝裡面的祝福 這樣子的祝福 這樣子 愛慕祂的祝福 是一個 永存的 所以我們 再來 我們還要講的是 我們在 一剛開的時候 我們就有講到 開放裡面 我們講說主啊你來祝福我 但是上帝 在詩篇的第一個 自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樂意 賜福我們 這是我們 可以很肯定的 我們可以像 也可以像神說 主啊 祢賜福我 但是也可以用 這樣的態度 去回應神說 主 祢在我的生命 不只是祢賜福我 祢在我生命裡面 是賞賜我什麼樣的生命 我的生活當中 我的工作裡面 我要用什麼方式 去榮耀你 去為你做見證 以致於這個 祝福是怎麼樣子 這個祝福是 是長存 是永遠的 是在永恆的 一個國度裡面 是被他 歡喜 被他氣戀的 有可能你在 跟職場上的 不如意 你在家庭當中的 不如意 你不隨便 東講講西說說 但是上帝都知道 我們的名都被 刻畫在 他的手掌裡面 他都知道 他都願意 賜福 但是我們要在這裡面 還要去思考是說 主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要怎麼去榮耀你的你 以致於進入到 那個 早已經就給我的福分裡面 我們一起同心來 祷告 他們的主 我們向你獻上的感謝 主我們知道 透過這一段經 我們知道 你早已 賜福給我們 甚至樂意的賞賜 多而又多的福分給我們 主我們確信 我們確信 但是主有時候 我們在環境當中 我們可能會被這個環境 被這個世界 被這個舞化左右飄大 以至於 我們不小心帶出 不討你喜悅的事情 但是主 透過你的恩典 我們再一次的 來到你的面前 領受這個福分 我們在領受這個福分的 同時主 你也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知道 主我們要用 什麼樣式的方式 走上你蒙福的道路 走上你創世以前 就祝福我們的 我們向你獻上 感恩的禱告 你這樣禱告是 報主耶穌的名 阿們 我們用這一首 回應詩 來回應神 向你對我們 賜給我們 賜給我們 我們的恩典 我們也要 聽這首詩來 回應神 祝福 我要走 我們 恩典的道路 每一天 可望與你 在愛中相遇 再一次 將自己完全地 先給你 賜給你 愈有你 是我的 喜樂的力量 我 但願 捨起 一些 跟隨你 每一天 可望與你 在愛中相遇 再一次 將自己完全地 賜給你 賜給你 為有你 是我一生的 和人 我願意 只是 敬拜 擁有你 將我決定 至少當作默契 你 你情節的心 淡淡是否 你 願意指引 成全在我的生命裡 就是您的心 將我滑多一生 將我滑多一生 喜我 快跑跟隨你 海 再愛 周旅 天秤 我 希望 快跑跟隨你 荣耀终静待地 将我全能 牵手当作过境 你清洁的心 淡淡是光明 愿你执意 战卷在我一生体里 求神明的心 掌握我一生 求神明的心 掌握我一生 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 都知道神在创世以前 就乐意赏识那个福给我们 那我们要去思考 在祂赏识这个福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回应祂 以至于我的生命要走上 一个蒙福的生命 我的生命要走上 不只是一个接受的生命 我的生命 它要成为一个它的管道 它流通它恩典 它福建管道的生命 这样的经文成为我们在今天早上 我们在这一个礼拜 甚至我们在今年之前的每一天 对我们的操礼 上帝赐福我们每一回 中文字幕称之亡 音乐 我们在郁哥智子都拿起来 脚笔 小子 正好 消耗 百肚圆